請問一下 你們今天上完節目對不對 因為也是很多人在看節目 說不定有對象會喜歡你們 可以透過這個管道認識你們 其實不會耶 不會嗎 因為他沒有我們的聯絡子 他可能會跟我們單位 或者他會上網找你們 瓜哥應該不會 因為我在上節目前 剛好在跟我朋友聊 他們就說 你會不會就是現在常上 一隻好辣的 就是瓜哥主持了這麼紅的節目 會不會走在路上 會被人家邀請名拍照 我說你想太多 今天這樣看起來像胖的跟豬一樣 下節目根本沒有人認得出來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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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如果真有一天 你們的結婚 有沒有所謂 宗教上的問題 或者信仰上的問題 有的人一定要什麼基督教 或什麼教 有的請舉牽 你不用舉 我讓他們六位晚輩好不好 有的請舉牽 沒有的請舉牽 沒有的請舉牽 沒有 你看就有了 就馬上出現這個問題 大家記清楚了 不是基督徒不行 還問這是宗教的問題嗎 我是佛教 因為我禮拜天早上想睡覺 不想去教會 OK 所以 楊承諺呢 我也是佛教 不是政治上的問題嗎 是 不是 是宗教的問題 就溝通 李醫師呢 也是佛教 也是因為 也不想 好 其他沒有這個嘛 是 再問一個問題 結婚會跟公婆同住的請舉牽 不會的請舉牽 你看 就要跟公婆啦 李醫師 你要跟公婆同住 就是跟你爸媽媽住 在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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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承 楊承話也不會 我 我 因為我其實我的 你現在跟爸媽住嗎 沒有 因為他們都在台南 但是我一個人在外面 已經生活十幾年了 對 所以如果真的哪一天 有這個機會我覺得 對 那可能就是前面住了幾年 然後是不是在家附近 你住近一些外面 寫藥啊 不過其實如果交往的時候 你只要跟女生講說 你婚後會跟爸媽一起住的話 特別是台北的女生 她會覺得說 不要 我不要跟公婆住 會有婆媳或什麼 她就開始預想很多的 八點檔那感覺 其實這個問題 都是很現實的問題 對 我覺得以他們年齡 在交往一定要先同學 因為很多壞習慣 生活習慣一定要 尤其父母親不鼓勵說 我們小孩子要先 其實它就是一個過程 你知道嗎 你沒有經歷過那些 你等真的要結婚 離婚就很快 相愛容易相處 真的非常難 也不要因為害怕寂寞 隨便找一個人結婚 我說實在 他們今天平均 我們離世不講 他們的事實 他們都 你們也是一樣 他們都一樣 所以你看 再晃一晃就45 再晃一晃就50了 對 所以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醫師當然忙會忙 他們也是很辛苦 但為工作忙 也耽誤婚姻也是有的 但是還是在於自己 好不好 謝謝 各位朋友 在繁慢的社會當中 如何讓您非常生意的時候 可以消消氣呢 現在我們教您一個 快速的減壓方法 叫做 薑絲減壓法 我們就把手平舉 像薑絲一樣 當老闆很生氣 在罵你的時候 你就迅速的吸氣 吸完吸收 就變成兩個拳頭 這個時候再慢慢的吐氣 把氣從你嘴巴裡面 或從你的這個皮子裡面 吐出去 然後手慢慢放鬆 那這時候雖然老闆在罵 你還是可以繼續吸氣 慢慢的吐氣 那這個方法就是 我們可以快速的減壓的 薑絲減壓法 希望各位在社會當中 能過得更好 沒有任何的生氣